據CNN星期四稱 獨立總統候選人Robert F. Kennedy Jr. 未能符合CNN下星期主辦的首場總統辯論資格 因此無法參加辯論 根據CNN的規定 候選人需要在一些州完成總統候選人登記過程 而且這些州的選舉人票總數至少要達到270張 以及在四個可信度較高的民意調查中 至少獲得15%的支持 但是RFK Jr.目前只在六個州成功登記 並在三個民調中獲得15%的支持 因此6月27日的辯論將只有現任總統拜登 和前總統特朗普出席 這場90分鐘的辯論將在沒有現場觀眾的情況下進行 這次也是2020年以來兩人首次公開同台辯論 此外RFK Jr.已提出投訴 指責CNN與拜登、特朗普合謀 排除其參加辯論 CNN則否認此事 第二場總統辯論定於9月10日 由ABC News主辦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導